白宮還在等他的新主人 看看川普 覺得自己贏定了嗎 好大的口氣 他警告以色列 在我重返白宮之前 必須結束加薩的戰爭 但以色列是你喊得動的嗎 居然以色列現在就警告伊朗 別還擊 否則我連上一次 沒打好打滿目標 加倍奉還啊 下禮拜二沒選揭曉 到底川普會不會重返白宮 但是他本人是非常有自信的 為什麼 因為傳出來說 這個以色列的總理納坦雅胡 他之前在訪問美國的時候 跟川普會面嘛 那川普竟然私下告訴納坦雅胡說 欸我重返白宮以前 也就是我回到美國當總統 重新再掌權的時候啊 你必須把這個加薩走廊 這個戰事給我結束給我搞好 那你如果不搞好 還威脅這個哈馬斯啊 你要趕快釋放這個美國人質啊 要不然你們 你們都要付出巨大代價喔 尤其是這個哈馬斯啊 你也是一樣啊 所以類似這樣的一個消息 竟然傳開了 哇塞 大家就覺得說川普啊 你是認為你自己贏定啦 把這個賀錦麗看都沒了啊 但不管怎麼樣 美國選舉的這個 可以說是呈現在緊張拉鋸的五五波狀態喔 那現在他的死對頭俄羅斯 他的動作是怎麼樣 他當然想盡辦法拉緊他的盟友 比如說他即將要跟伊朗簽署的那個雙邊的合作戰略夥伴關係的這樣的一個條約 那這個東西其實俄羅斯之前普丁也曾經跟金正恩簽過了 哇所以才一個月之內跟金正恩把手給簽上 現在最新又跟伊朗把手給簽上 所以我們講的 不管你講動盪核心 不管你講的邪惡軸心 他們已經把手簽起來了 這手簽起來之後呢 年底伊朗的新任總統裴卓斯基安 還要再度去訪問莫斯科跟這個普丁 會不會在那個時候正式簽約就不知道 但是你可以看到兩邊已經俄羅斯各拉伊朗的手 又去拉北韓的手 所以今天如果我是伊朗 我背後有俄羅斯老大給我撐腰 我就更有底氣了 那當然伊朗是不是會在下個禮拜二沒選之前 又動手報復這個以色列 因為前幾天被以色列打得現在都沒有反應嘛 結果現在傳出來說他可能會在11月5號前 透過伊拉克境內不是有一些武裝民兵嗎 這些是親伊朗的這個武裝民兵 由他們來對以色列發射大量的這個彈道飛彈 跟無人機又來透過這樣一個老梗老招的方式 透過伊朗的這些親他的這個盟友小老弟 來幫老大哥出氣回擊這個以色列嗎 可是這個時候美國聽到消息就告訴伊朗 你不要動手喔 已經警告你了 我還是完全支持以色列 有全部完全防衛自己的能力喔 那以色列也講啊 好啊 伊朗你要動手你試試看 上次很多人勸我把這個程度控制好 你有些地方有些目標我放過了沒去攻擊他 像什麼像他真正的核設施啊 能源列油廠能源設施啊 我上次都沒有把它列為目標 如果你要回首我下次我就不客氣囉 我就拿他一起打 你伊朗你試試看 所以現在都呈現一種風雲詭譎的狀態 提到了金正恩提到了北韓 然後俄羅斯一手北韓一手伊朗 這個世界會被帶往什麼地方 來我們看到了 北韓大兵上了俄烏的戰場 到底打到哪裡了 今天我們給大家看到被團滅了 而且是真的耶 他們換上了俄羅斯的軍裝 埋伏在壕溝 不知道是不是沒有看過無人機 好奇的抬頭一望 下一秒炸彈落下 團滅 我就問金正恩真的這麼笨嗎 笨到眼睜睜看著 北韓的士兵變成了炮灰 他到底在打什麼算盤呢 那你可以看到 所以俄羅斯的這個大使 他在聯合國的時候就跳出來講 你們西方可以幫助這個烏克蘭 為什麼北韓不能來幫俄羅斯呢 聽起來好像有道理 對啊 有道理 大家各自拉幫結派 所以俄羅斯又不是只有伊朗這個好朋友 他也有北韓這個小老弟 那北韓在這個老大哥 這個推波柱來一鼓作氣之下 似乎在10月31號 我們碰到颱風天 結果他就證實試射了最新型的洲際彈道飛彈 火星19 他多厲害呢 我跟大家講去年底他已經試射過火星18了 火星18那時候他的一個狀況 就已經讓四人炸蛇了 這一次他的最高的高度 已經超過7000公里 來到7687.5公里 飛彈水平位移1001.2公里 但是我跟你講 他實際如果按照正常的角度打的話 他的射程恐怕可以超過15000公里 全球各地也包括美國在內 不要說日本啊 太平洋 夏威夷啊 都是在他的這個試射範圍內 所以他能打的高度 跟他能試的這個所謂的射程 都創下了歷史新高 換句話說 我有能力打高 我就有能力打遠 美國都在我的全境覆蓋的範圍 他這一次的這個 採用三級固態燃料的最新型的 ICB的洲際彈道飛彈 為什麼要打那麼高 專家說啊 可能是用這麼幾乎近乎垂直的 高飛軌道這樣子打到太空去 然後再掉下來 那這樣子代表說 他這個飛彈有能力去規避 各國的防空飛彈系統 以及各國的這個雷達去偵測他 那用這種垂直角度去發射呢 除了躲避各國的這個雷達發射能力 俊相我告訴你 當他垂直再落下來的時候 速度是非常快 你要用任何 包括薩德在內的這個 中層彈道飛彈防禦系統 去攔截他 都很麻煩 再加上如果他的這個彈頭上面 可以帶好幾個分導彈 核彈頭的話 那恐怕是威脅很大 所以他採用這樣的一個 這個發射方式 你看 難怪金正恩他特別有自信 帶著他的寶貝女兒金主愛 特別去觀看 我親自作證指揮 北韓的領導人 帶著自己的寶貝愛女 還有他的親信 他的部署 他的整個這樣重要的這個下屬 在那邊一起觀看 火星19的這個飛彈發射 他非常滿意 而且還強調說 北韓絕對不會 放棄改變他強化 核武發展的這樣一個路線 美國呢 韓國呢 他們吃素的嗎 當然不是吃素的 美國韓國呢 他以用這個聯合軍演 來回應這個北韓的飛彈試射 兩國空軍部隊在同一天 派出了超過110架F-15K戰鬥機 KF-16 然後還有這個F-35的戰鬥機 以及MQ-9的無人機 然後去模擬什麼 模擬聯合韓美兩國的空軍戰鬥機 在軍演空對地的這個轟炸 轟炸什麼呢 我們不是在講北韓發射了這個 火星19啊 前面還有火星18啊 對 都是機載的啊 車子運到哪裡 打到哪裡 打快跑 結果這時候 美國美韓空軍的戰鬥機 就故意模擬去轟炸 疑似就是類似他們模擬說 這個是北韓的這個飛彈發射車 就這麼巧 很針對耶 是 是 你發射飛彈 我就打你的飛彈發射車 這個其實叫做源頭打擊能力 這要早期偵測 早期撤資 知道他的飛彈發射車 部署在哪裡 機動 以防到哪裡做 我就去打你 讓你飛彈你射不起來 這個美國韓國的空軍 也是很針對 所以金正恩一拳 美國又一拳 可是金正恩後面的老大 普丁怎麼可能容忍自己的小弟 挨到美國這一拳 是的 所以俄羅斯啊 據說他這兩天也神神祕祕的 辦了大規模的這個演習 而且 他特別連續試射了三枚 洲際彈道飛彈 跟北韓在射的這個ICBM 也是如出一策 而且還被捕捉到有些畫面 這個是你看到 潛射型的這個 洲際彈道飛彈布拉瓦 他們從這個俄羅斯的這個海軍 奧列格大公號的這個 戰略核遷領是在北冰洋 據說是在俄霍赤科海 冰層滿腹的這個海面下 他試射了這個ICBM 這個布拉瓦洲際彈道飛彈 它的射程超過九千公里 不只破水還破冰 而且它有隱密性 因為你剛說破冰 它在冰層底下覆蓋著 不容易被偵測到 對 不容易被偵測 很難偵測 那它發射的時候 這個布拉瓦它又可以攜帶 6枚到10枚的這個分島核彈頭 我說最多好了 也就是說它一個飛彈 有10個核彈頭 那可以毀掉10個城市 而且我要是多打幾個出去 天女散花 你攔得了一枚 攔得了兩枚 只要有一個落在土地上 你吃不完兜這種 而且這一艘的這個奧列格大公號 它是北風之神奇的 這樣一個核戰略潛艦 它至少可以搭載 這個發射10枚以上的這個布拉瓦的洲際彈道飛彈 那再說呢 像這樣的一個另外一艘的是 新莫斯科號的這個戰略核潛艇 它發射的是北約代號青州 那俄羅斯的自己稱呼它叫做青班 ICBM的這個洲際彈道飛彈 它跟布拉瓦是固態燃料 和北韓的五口星19固態燃料不太一樣 它採用的是最新型的液體燃料 這樣會差別在哪裡 它可以加大它的推力 它打得更遠 對 它在發射之前可以把這個飛彈 再注入它的這個儲存的這個燃料 也就是液態的這個燃料 然後加大它的推力 它可以射程到更遠 多少 8300到11500公里以上 尤其核潛艇 它是在海面下一直移動的 它航行到哪裡 它可以打到哪裡 它的射程就會有很較強的彈性 而且採用液態燃料發射 它有非常強的電站干擾能力 也不容易被偵測察覺和攔截 所以剛剛靖平其實已經埋下了 一個伏筆跟梗 我們進入了這一題的深水區 金正恩的算盤怎麼播的 今天我派萬名的大兵 上俄乌戰場 交換俄羅斯普丁 交付給我的俄羅斯的 洲際彈道研發的能力 今天一開始開場就看到了 搶搶棍 我就問了 已經派到了俄乌戰場 已經換上了俄羅斯軍裝的 那些北韓大兵 後來呢 真的變炮灰了嗎 是的 看起來有這麼味道 好像有點當炮灰了 為什麼 因為你看到這些北韓的大兵 臉色青 臉龐青色 看起來真的是年輕 十多歲 十多歲到二十出頭的小夥子 你看到沒有 清秀的臉龐呢 人生地不熟的 出來炸到這個俄羅斯 庫爾斯克這個地方去 要開始去學習一些 簡單的技術 然後稍微摸手之後 就會派上了這個戰場 結果他一報到之後呢 還有一些這個中國人 跟他這個打招呼還喊 你好 搞不清楚以為他是這個 真的是中國人 就這些北韓大兵 他到了戰場 似乎不熟悉 那戰場上的突如其來的 這個戰場瞬息萬變的情勢 對 看到了這個 烏克蘭軍隊的無人機 在天風上飛的時候 他們還懵懵的這樣子 欸 第一次看過這種東西 然後頭望著望著 沒想到無人機就 下一秒丟了一顆炸彈 掉下去 你看他們在壕溝裡面 還在髒頭 在探望很好奇 炸彈一炸下去 你看他們有藍色的就是炸彈 炸一下 砰 你看你躲都沒地方躲 這個場景 都拍下來了 對 你看他躲都沒地方躲 所以我們鏡頭下面看到 抬頭望天空的 都是北韓的士兵 他們完全沒有經驗 這個就叫戰場實戰經驗 俄羅斯的軍隊 經過這兩年來的這樣子作戰 大概知道怎麼應對 你看到無人機在頭上 你就要趕快找地方遮蔽掩蔽 烏克蘭不是跟你嘴巴說說而已 他如何展現 以一黨百一個人的武林 所以烏克蘭的士兵 也不是隨便說說的 他們產現出來的戰力是 你看到沒有 一個人可以這樣子 直接把炮彈取出來之後呢 又隨手把他抱著 跑到旁邊的這個 155的這個炮 他的一個這個推流彈炮的 他的一個裝備 他都沒有直接 沒有隊友 就他一個人 所以一個人的武林你沒講錯 也是算是以一黨百的 這樣的一個戰力 直接發射出去 然後他再來去弄下一個 通常這樣的一個炮兵 起碼有一個炮兵班 至少三到五個人 這樣的可以完成 他只要一個人他就搞定 這才是真的戰鬥民主 對 這就是實戰經驗 所以你看到烏克蘭跟俄羅斯 這一場戰打下去 還有得看 五七爆新聞的所有好朋友 你們給了我百萬的訂閱 真的無限感激 我要跟大家 再一次謝謝你們大家 同時請介紹更多好朋友 來支持五七爆新聞 俊項還有優秀的 五七爆新聞團隊 會繼續為大家每一篇 發真相 三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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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要的是 要不要再一次 一半 三明天 兩百變 三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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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明天